台中清新温泉饭店无私捐地 促成温泉路的开通 让台中市南屯区跟乌日区的往来更加便利 天平台风在席台 南投新义乡的神木国小南陶撤离的宿命 开学第二天还是得在山下的永久屋来上课 充满人情味的杂货店除了补给生活用品 居然还提供各式的山产海味 这水准还不输给一般的 大餐厅 更多有趣的在地资讯都在今天8月28号的中台湾联播新闻